融入这个真理里面 然后你才看得到真理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要出家 甚至真的想要出家 结果走错路了 他没有去找到一个有真理的地方 或真理的道场 他只是去依靠一个道场 或是依靠几个人 结果他看到他的缺点以后 哇 他翻了 他受不了了 错是错在你自己 因为你没有用真理的角度去追求真理 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自己要很冷静去分析 所以一定要深入精湛 要让佛菩萨加持 然后你去看到这个点是对的 这个变成你待人处事做事的方法 不然有时候会利用佛教 去造了一些让别人批评的事情 好像你为了要弘扬佛法 那却一直在满足你个人的私欲 有限的观念 因为你没有融为一体 所以连华生大师的教研各位要看 现在很多翻成中文的 特别是福藏 内容非常好 而且连华生大师的教法里面 包含所有世间法的圆满 世间法到空性到大悲到菩提心 所以叫九秤次第圆满 所以连华生大师的心咒 包含诸佛菩萨心咒总集的力量 各位如果你上网去查一下 连世心咒的功德 你会读不完 每一个字代表什么 我想一门入门门入 并不是说你看到连华生大师的心咒功德这样 所以我只念它其他不念 那你就错了 真正的修行是 你懂得连华生大师 原来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每一尊佛菩萨的功德都是这么殊胜 而且没有分别的 只是说善巧方便 这个人修律度母的 这个人念观音菩萨的 这个人念地藏菩萨的 那我呢 利用这个方便进入它 最后我们回归同一点 哪一天你要修到 你看到圣母玛利亚 看到上帝 你感觉都一样 因为众生的佛性平等都一样 这个人是信圣母玛利亚 你用圣母玛利亚的语言来勾造他走入他的佛性 可以 那就超越了这个分别了 我相 人相 好 所以我们念咒的时候 愿自己跟连世和微提 愿众生 我们念这个不是加持 我们愿所有众生 得到连华生大师的加持 生病的 赶快好起来 贫穷的 得到富贵 烦恼的 得到极静 修行的愿得到正确的发心 亲近了一个很好的法门 道场 上知识等等 那连世的愿里面包含所有一切 这样来念诵 好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得癌症 很痛苦很痛苦 你想要帮助他 那这个就是一个立他的心 但是我们毕竟能够帮助他有限 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生 也不是佛 但是问题是这个立他的心 想要帮助他 这心你要抓得很紧 然后呢 这样来齐请佛菩萨加持 那你自然就有帮助他的力量 佛菩萨会加持他 你也会开发智慧 会提供一些方法对他有帮助 会讲出几句话 对他刚好能够那个点 所以我想各位要保持这种 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 自我功德力 就是一种大悲心 大悲心 再来呢 祈求圆满菩提心的佛菩萨加持 这个人生病了 我一问他念药师座 这个人金钱上有困扰 我帮他齐请财神加持 这个人精神上有障碍 我希望他能够赶快好起来 也让他家里欢喜 那这个心你要保持在 这个叫悲心 但是方法呢 那我们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那时候你帮他念准迪咒 或是念金刚撒舵 特别念金刚撒舵 他有说 一个人精神有障碍 忧郁症 躁郁症 那你就帮他念百字明咒 消除他的业障 观想金刚撒舵在他的头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又拿一颗甘露丸 泡在水里面 一直念这个咒 念完以后才给他喝下去 那我想各位 这一点你要自己亲身去做 那去做你会发觉 嗯 不可思议 就像我经常坐飞机 看到小孩子在哭 经典说帮他念准迪咒 观想自己变准迪佛母去抱他 他会不哭的 那你要自己认真去做 那时候你会觉得 他真的不哭了 因为你在帮助他 那个时候不是你在帮助他 而是因为我亲情准迪佛母 化为准迪佛母去帮助他 然后我想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问题 但是你就会 针对这个人 你要帮他修什么 针对那个人 你要帮他念什么 但是动机还是一样 悲心 而且那个时候替他发愈 在飞机上 我现在没有办法放声 但是我就会拿个笔 我今天要去放声 一千只余 我替他做什么 我帮他点了一千个灯 帮他供 我都写好了 这个功德 你只要写好了 等一下飞机 下飞机 我传真就 简讯就传回去 我们秘书叔 马上就帮我去做完这个功德 这个叫 智力 佛力 法力 你做到了 这是你该做的 所以各位要经常 布施 布施 这个布施 所以我在发给各位的牌位上面 写个点灯供水 你可以写更多 像我都写了二十条点灯供水 宅生生医疗 什么都做 素食 饲料 都写好了 每一样 我都帮他付钱 这样 为什么帮他付钱 这个就是我要跟他结缘 要跟他结缘 回向同样的 生病的 这些小孩子 同样的 现在在 交付病房 受苦的 那你也把你功德变成平等 很大悲心 那你要去做 默默的做 你妈妈生病 哦你会拿 我可以拿一万磅 我赶快去帮我大放针 你妈妈生病嘛 你拿一万磅 结果 隔壁老太太生病 哦 拿一块钱 一块不错了 你还出一块 但是有些人就 发不起那个大信 所以各位你要勉强你自己 因为你 为什么叫布施波罗蜜 那你要消除我子 特别是一些自私财产的奸贪 对不对 而且你要相信因果 你越为别人布施 那你越能够满怨 你越能够 如果今天为一个可怜的老人 你都不愿意布施 而只发怨说 我要盖一个老人院 那不骗人了 老人院这个有面子 你又盖一个老人院 你看多厉害 但是明明一个老人在那边 你都不救 所以各位这一点就是 修行是一种自我征服 我常常讲 你讲佛魔交战 佛跟魔在打仗 看你打赢谁 往往是我们输 明明佛是用他的所有的一切 在布施 我能够为这个人死 那是我的最好的因缘 因为死了又生 根本没有生死可言 这个不清净的生命 这个不清净的钱 可以拿来做这个事情 多好 不过在这边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多称赞别人 有些人很会不赐钱 但是懒得称赞别人 不骂你就不错了 嘴巴苛刻也没办法修行 所以呢心要如此 口要如此 声要如此 你不能说我的个性就是不会称赞别人 你不叫我骂你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在意 你就不想修也没办法 如果你想要修 那你要征服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老子说我很爱我的 我的太太对我没有话讲了 我找不出这种好人 我的儿子我爱他爱得要命 所以我家里的老人 特别丈母娘 我丈母娘是我蕾似的妈妈 她对我那种好没办法讲了 你打多少麻将多少钱 多我来出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 每天让我看到你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要出家 你必须放下这些东西 这个放下的过程很苦的 你没有经过这个苦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悲心 现在很多人就是 一方面爱也爱 一方面修一修 一与雄长兼德 边谈恋爱边修行 但是他放不下那个 他放不下那个 他就想要追求这个 他也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如果你真实要发起 所谓广大无我的菩提心 那你要去思维 佛陀当初怎么出家的 对不对 佛陀出家的时候 跑到他房间 看到他美丽的太太 耶稣走了 抱着他儿子 落后落在睡觉 但是他知道 他必须出家 他必须解脱生神 找到真理来普渡众生 所以佛陀的经典我看 他说他心里有如刀在割他的心脏的痛苦 痛苦到极点 然后他必须放下 为了众生 为了真理 他不能回头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并不是佛陀子对落后落 对他的太太如此 他是对所有众生都如此 所以他的精进 他所得到的是成佛之道 而不是解脱道 对不对 因为他为的是众生 所以有时候在这一点 我只是做个比喻 当各位你决心发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你祈求这个佛菩萨的加持 同时要加持你 我这个人爱发脾气 我这个人懒惰 这个佛菩萨要加持我 让我断除他 如果我在起这个念头 我要受到很大的痛苦 我才会放下 我们就是太舒服了 不要这样 喜欢舒服舒服的修行 不忍心让自己受一点苦 所以有些人不能够改变 他一点点的所谓烦恼 他就是因为受的苦不够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那受苦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不忍众生苦那最快了 你看到对方的苦 你实在是快发疯了 受不了 那你要去多思维众生苦 那你就会生起一个 很强烈的背心 处理心超越自己 因为众生的苦 超过于我的百千万倍 我才一个众生无量无边 那我讲这个意思说 当我们在齐请发愿的时候 不再发愿说 让我这个房子赶快卖出去 让我现在不要得癌症 那这个愿就不是大秤的愿 不是大秤的愿 那你就跟这个本尊不相应 所以你就感受不了 观音菩萨的这种慈悲存在的力量 因为你求的是世间的愿 或个人的解脱 这样就没那么圆 所以我们现在要 祈求林华生大师的加持 希望整个英国 整个地球世界 整个法界 这些违言障碍都消除 所有众生 愿升天的得升天 愿健康的得健康 愿解脱的得解脱 愿成佛的成佛 得到世间的成就 共同的成就 有不共的成就 那是相应于空性菩提心的 那这样来祈愿 也就是说 你把英国女王请到你家来 为什么 我家厕所不会通 那请他来干嘛 那你能够请到英国女王来 因为你在关心整个英国 以及英国跟世界的关系 所以女王驾到 因为你的心跟 女王的心相应的 可以了 所以我想你 各位一定要当自己 一直想这个 不能一直 我想我这样讲的时候 佛魔教授 你的念头里面 一定有一些私心 爱然心 执着 虽然不是坏心 你不会害人 但是你的心里面 一定有一些 小老鼠的想法 不是大雄大利 大象的想法 对不对 普贤菩萨起大象 文族菩萨起狮子 那个是很威猛的 这个威猛 这个威猛是要断除众生的烦恼 大象是忍入负重不退转的去 众生度尽我愿来尽 这个用动物来表达 这样 那你发起的心 必须要这么大 老实说 我在这边讲 我也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发心 对我有帮助 因为我要勉励自己 对这些牌位也有帮助 大家一起发菩提心 广秀功德 宁佛生净土 对我们英国少林寺的地基主 土地公也有帮助 大家一起发大心 来扶持佛教 那你必须要用这种心态 一直去鼓励自己 那所以我们为了达到如此 所以我们来 愿 连思的本愿 能够成就 连思的本愿 不是满足你个人的私心 这一点要加持 所以连思的本愿 是为了众生 那我们要以佛同心 这个叫一心念佛 念一下 同行同愿 对我们要跟奥弥陀佛 同样的发起这个利他的行为 同愿众生都成佛 将来一心念佛 这个就是大乘经教的教育 各位你要懂的这个教育 所以同样大家都在念佛 大家都在持重 那是因为动机不一样 结果功德善根不一样 当然如果我们要修大乘佛教 那个会要抓起这个圈 特别达摩佐斯非常锐利的 要求非常严谨的 但是达摩佐斯是个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这个严谨 锐利 他是希望我们真实发起圆满的悲心 但是你要讲悲心 必须要很锐利的 能够超越原文字的 去找到那个点 那个所谓的禅 空性 那这个是不太容易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在谈禅中禅中禅中 但是有时候你就感受不了那个味道 但是感受不了味道 你不能就放弃 那我自己要做好 我要求自己做好 天天齐请达摩佐斯的加持 供养达摩佐斯的形象 礼拜供养齐请 请问达摩佐斯在不在 达摩佐斯是佛 他哪里不在 骗一切处的加持 进入你的心 只要你提醒他 而且念达摩佐斯都好 有些菩萨说 师父我不会念咒 那你念达摩佐斯没有咒 连文字都没有 你去抓他的心就好了 所以佛法 念咒是帮助你的心 而不是说念咒代表佛法 念佛也是帮助你的心 但是你的心抓到了 你自然会念佛 你自然会持咒 因为对方喜欢什么 我们就念什么 你不可能跑到不丹尼波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一样的 你到那边 你要 你到不丹去 这个可以 这个好 事实上 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的 各位要超越这个法 不能用法旨 万法都平等 万法都空性 让自己融入 所以今天是连丝特殊加持日 所以我们一直祈求连丝加持 也愿连丝的愿力 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 我就完成 也希望各位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你自己整个都化成 一颗小小的纱 像没有的存在 进入连丝的脚趾头也好 心也好 我不是我 我是连丝身上 生出来的一颗小小的纱 早上我又从连丝的心 又跑出 然后去圆满 连华僧大师的这世间的愿 大家来做连华僧大师的 你也讲 心上的儿子 所以我们都是佛陀的儿子 心子 就是你要跟佛陀的心一样 一样 没有我 但是这样修很容易修 你就不会执着 晚上就是完全正入空性 化为光 进入连华僧大师 连华僧大师 进入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进入普贤旺路来 或者进入整个世界 你要故意 你是念阿弥陀佛的 晚上你就化为一个 就像看到那个电脑动画 完全照见五音皆空 没有了 然后变成一道光 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进入极乐世界 早上又从极乐世界来 普度众生 累积成佛的质量 那每天就让自己如此 那这样以后并不是放弃世间法 不管你是做电脑的 煮饭的 开车的 做什么的 都是在实践佛法 因为离开众生 你就没有佛法好做 所有的大乘佛教 是为了接触众生 那你透过众生的方便 不管他做医生 做什么行业 那你必须透过这个行业 表现出这个动机 我想这个事件称赞的 南丁格尔 同样护士医生在赚钱 南丁格尔人家尊敬 同样医生这么多 但死怀着医生 人家在尊敬 因为他的动机 是无我平等悲心的 在做医生 同样成为政治人物 成为隐格心 也很多人让人尊敬的 并不是唱歌错 或政治人物错 而是他的动机正确 所以那佛法必须 你特别大乘佛教 是要接触众生的 所以联化生大师 连世八变 这个八变代表 无量的变化 释迦牟尼佛 也是无量的变化 观音菩萨也无量的视线 视线变成一个乞丐 变成一个老板 变成一个慈善家 变成一个国王 变成一个你开车的司机 但是他随时都在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 只要你正确的发心 接下来祈求联化生大师说 让我自己真实圆满 菩提心大悲心 也能够利益众生 当下就可以开始 帮助一点众生 脱离战时的痛苦 慢慢引导走入菩提岛 那祈求联化生大师加持 那联化生大师就会化成不一样的形象 来度你 来引导你 当你这边走得有一点不对 他会来推你一把 这个叫佛菩萨的存在 你放心好了 所以只要你完全的这样去祈愿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短的祈愿文 祈求联化生大师就会变成不一样的形象 祈求联化生大师就会变成不一样的形象 是共与不共成就 其情乌金如意宝 为缘障碍勿升旗 顺缘意乐皆达成 是共与不共成就 是 你放心好了 有一位应该是藏地的吧 西域的法师到我们汉地中国 想要来弘扬华颜经 那个时候他拿到的华颜经是梵文的 那你到中国来 你不会讲中国的语言 推广怎么推呢 所以他祈求观音菩萨加持 他礼拜观音参了二十一天 这个叫求纳拔陀罗吧 哪一天 有一天做梦 梦到观音菩萨给他换一个头 隔天早上 就可以讲汉语 用汉语去推广化颜经 所以这个叫佛菩萨的不可思议 生病很严重 我想各位感应比较多的是 这个人病得很严重都快死了 一下好了 指数零没问题 走出去吧 这是我亲眼看到百分之一百太多了 就是如此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都可以改变了 只是你给他什么祝愿 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怕 不要离开佛法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去祈愿 让自己能够服务众生 也让别人能够亲近佛法 所以太多的不可思议 所以连时祈愿重 念一下 我们来念三遍 我们大家都变成连华僧大师 但是连华僧大师事先在我们的头顶 百千万一变化 然后满众生所有的善愿 众生所有的恶业也让他能够消灭 透过这个恶业的苦让他们觉悟 把世间的所有都变成众生成就佛道的顺缘 或逆争善缘 然后不断地去骑情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只告诉各位 千万不要烦恼 只要好好祈愿就好了 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开始起烦恼了 那你的问题来了 你用烦恼去处理事情 等于把队上的火又加汽油 让对方烧得很惨 你要去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管世间的任何世间的话 你有烦恼 交入情绪的你都没有资格跟他们谈 你要退 你在后面念念佛 很平静地回向给他们可以了 就像我常做比喻的 四个人在赌博打麻将 你很客观在旁边看 看也知道哪一个输哪一个赢 因为你没有加入这个是非里面 但是如果你开始希望这个人赢 那你就开始看不懂了 所以各位永远要客观 佛教为什么讲 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你越要客观 站在旁边 很客观地看 隔壁有两个父亲在吵架 反正两个都不是我的媳妇 或者我的儿子 我只是冷静地看 希望他们两个不要吵架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加入战争 这样就完蛋了 你很偏心 特别女孩子 我儿子重要 我儿子重要 全世界都不重要 就你儿子重要 那你很自私的人 你没办法谈佛法 你只把佛教当买卖而已 当交换 我怎么给你拜 你怎么让我儿子这样 那你用这个私心就不能谈下去了 为什么佛要制定我们出家 因为我真的要研究 要去实践菩提心 我太太这么爱我 我没办法修行 我没办法修行 就像我出家没多久 我在台北 坐在那边做指课 有几个女性徒来 刚好我那太太来调查我 看到那几个女性徒 长得很漂亮 她就发飙了 正常心态 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对啊 那这个要小心了 以后她来 我就跑远一点 跟男人讲话 所以因为没办法 因为她的动机 虽然她 我要护持你 我对你很好 但她目的 她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自私的动机在里面 她不认为错的动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 如果自己有一个 有一个 我要保护我们佛教 而跟其他宗教对立 我要保护我的法门 而跟其他法门对立 那你也看不到她的优点 学不懂 你也没办法融入她 所以各位 你到哪里 你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谱门视线 然后呢 去满她的愿 而不能有一个私心在 所以每次都会被 自私 自我重心 是痛苦的因 整个佛教的 忠心教法 就是调无这个我 为根本 那进一步呢 你没有我了 你才有众生 在你心里面 你没有我了 你才有大慈大悲 表现 如果你还有一个 自我保护 那不行 就像我 我经常告诉信徒 你不要去告诉外面 哦我们师父 哦要钱 我说我不要钱 是你要钱 你不要讲我 人家世界上道场那么多 需要帮助那么多 你不要讲我 为什么你这样还是个私心 看谁业绩交得多 师父 我进贡你多少 那我要对他很客气 我不客气 他会翻眼 因为他用这个钱 他想说你们出家人要钱 我就进贡你 去拉外面 那这个动机不对 佛法是当下 你当下去帮助对方 你尽你的力量去帮助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把你的法门 师父又变成你的压力 我们拜一个师父的意思 是希望你对所有的善知识 有平等心去吸收他的优点 那可以 而不能说我拜一个师父以后 然后我就学不到别人的优点 那你不是很吃亏吗 所以每一个在做事的人 不凡是世间法 他身上都有优点 对不对 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 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 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 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 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 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 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 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 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我可以打算 这种 好吗 我可以打算